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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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佛净土 存在你我心中 依靠异陀 远离的印入 记得其中 心佛众生本无四合分割 只因自信佛净 只因自信佛净 却无知虚念弥陀 只因自信佛净 自信佛净 自信佛净陀陀佛净陀佛 非常合理 业降也是非常支重 所以这个忏悔的功课 拜佛拜佛拜佛祂 拜佛拜佛祂残佛 人残佛的功课 要做到往事 不安 不可以停 所以我们 在脸书上 也有开设一个平台 专门给大家 发入忏悔 大大小小的事情 只要你犯了 觉得内心不安 你就发入忏悔 脸书还有一个方便 就是你可以用假命 最好是用真命 业障效的更快 我们的业障有多重 菩仙菩萨 菩仙心愿品里面 讲得很清楚 比这个虚空 如果说业障有像的话 虚空都撞不下 无聊无边 那我们平常没有去注意 以为没有 可是呢 其实它存在 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苦不堪咽 那我们天天修这个忏悔法 拜佛 一方面 一方面呢 发入 把自己内心的这些垃圾 污秽的东西 造恶的事情 把它揭拿出来 清除干净 一方面呢 求佛力加持 佛清净的功德 有我们忽悔的神性 这个功课很重要 你可以加速我们 跟佛相应的这个深度 然后呢 我们修学啊 就比较有障碍 发洗很容易生气 这个功课一定要做 那 接下来这个时 这个时段 我们要谈的是 生命关怀与灵终祝愿 这个主题 从一直到刚刚啊 我们一整天下来 其实时间也不多 可是 如果我们善根深厚啊 善根成熟的人 我们净土法盘就毕业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毕业之后呢 要做什么 还是一样 这些光碟要请回去听 常常熏修 常常念佛 不然的话 你这个毕业也不是真毕业 真正相应的人 没有不用功的 那么你一直熏修 你的深度会越来越深 发洗越来越高 那接下来呢 这个主题就是 主要是 针对浦明寺这里的 大德的一个要求 建议 因为他们这里也有祝念团 所以也希望我可以多 谈谈这方面的内容 那因为祝念 跟我们修净土法门 也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 这个佛意这个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共学 那这个主题啊 我们邀请Colin 开始参与翻译 让他表现一下 不然今天 大老远 从马来西亚赶过来 召延到场 本来当初很紧张 怕翻错了 反正现在剩下时间也不多 要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就是有些 我们在座很多同修 有新加坡人 语言能力也很强 很多人都懂英文 从英文的这个 角度来理解一下也不错 那我现在呢 要先问问大家 这个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临终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我问一下这个 Colin 你睡着吧 可是入定 你问一下 有没有想过自己临终的事情 麦克风有没有声音吗 那个维摩的麦克风给他 阿龙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最终的时刻 有没有想过 你的最终的时刻 有没有想过 我听不懂 可以讲慢一点 慢一点 你是不是很紧张 会吗 会 OK 刚开始都是这样 老外很幽默 他们每次一上台演讲 第一句话就会告诉他 我现在很紧张 他讲完以后他就不紧张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有想过自己 我们有真正关心过 万一我们死的那天 来临我们要怎么处理 请举手 果然错无所调 太少了 太危险了 你们要知道 棺材不是装老人的 是装什么人 死人 那小孩会不会死啊 那小孩会不会死啊 会啊 那我们会不会死啊 会啊 那要死去哪里 要死到哪里去 去解决世界就不会死了 那是活着去的 真正怕死的人一定要去解决世界 那是往生 往西方而生 不是死啊 如果不去啊 那是唯一的一条生路 不去我们就死定了 那你说死就死吧 好像自己很勇敢 死就死吧 那你就搞不清什么状况 首先你要知道 死会死去哪里 我们会死到哪里去 大部分的人都会往三奥道去 你相不相信 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的 好像停不下来 我一直讲他怎么翻译 你这样可以翻译吗 一般在边讲边翻译 好像很容易间断 那个情绪 我们还是可以 重点还是可以参与 你现在要翻译吗 可以翻吗 刚刚那一段 OK啦 好 那给你一个小时够不够 这都没有说 死都可以通过 什么都可以通过 任何时够 但如果我们死去哪里 如果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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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不去 就算死定了 我就想死定了 我们家里有很多问题 结束啦 我讲了很久 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叫 我们知道民间信仰 人死了都会怎么样 拜卡罗耶宝 就用饭来放在他的脚底那边 给他吃 然后会烧一些纸钱 烧一些金元宝房子 现在有人烧信用卡 还有烧银行 哇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大多数的人 没有学否的人 都认为人死了会去哪里 做鬼啊 好恐怖 要烧嘛 烧到烧纸钱去 就是到轨道去嘛 那你不死去哪里还不行哦 不然那些钱用不到 好像就认定是这个样子 那去轨道好不好玩啊 鬼是很可怜很可怜的 非常可怜的 有恶鬼 你看整天吃不饱 然后住的阴阴暗暗的 轨道是怎么样 轨道在佛经里面讲 他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真实 那一般众生啊 个子很小 然后福报更差 个子很小 然后呢 他的天空是灰暗的 你看苏联啦 苏联啦 苏联也是一天到 一年四季大 多数时候都是一灵暗暗 那也是不好的天气 我们如果生活在天天下雨 很雾蒙蒙的那种环境当中 心情会好吗 不好 而且整天担心受怕 轨道的众生福报是很差 当然也有神啊 像土地公那个就是 轨道里面的众生 福德众生 他是有福报 但是还是住在轨道 还生活环境还是不好 确实大多数的人会去轨道 去轨道是去受苦 还不是说 怎么天安居乐业的这样子 没有 你看那个 那个 穆坚年救母的故事啊 七月半再生就知道 他想要拿个饭给他母亲吃 都没办法 那个食物就到嘴里 变成火焰 喉咙都烧透 是非常的困难 但确实大多数人都会去哪里 那还有一部分人会去哪里 当畜生 到冰结 整天杀来杀去 就落墙石 畜生也很多 你看那些 搞外遇的要小心一点 赶快就受五戒啊 我们佛弟子五戒是一定要受的 讲到五戒 我再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十二月份 有在马坡马来西亚有祈请我们国庆和尚 总共这次的姻缘非常殊胜 我们祈请了六位秉丘 还有另外三位秉丘 你连我总共十个出家人为大家传送 菩萨节三规五戒菩萨节 这个姻缘太难得了 那人数已经快合满了 要赶快报名 在十二月三号 在马坡 我们去年 在佛教青年团讲课的时候 我跟大家公告 那时候是预告 是想其请 但是我还没把握请得到 结果当时就有三十多位 对我们新加坡同秀报名 那再加上我们马来西亚 原来那些联益已经都快额满 所以要赶快报名 那今年去祈请的时候 就是大概去年底 那也真的是非常幸运 因为同一个时间 马来西亚的槟城 那边一个居士 很大的团庭 所以他们邀请我去检采 然后又邀请我去带佛衣 那次非常的殊胜 我带半个小时 我从头哭到尾 我太感动了 那次人数也是很多 那次圆非常好 后来他们也 就是拜托我 帮他们也骑请和尚去 这个船舰 结果和尚没有答应 只有答应我的 你看 哇 这个医院多难得 因为和尚太忙太忙了 而且方方面面医院要去做 所以 再加上我明年也要止语念佛 以后也不一定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要珍惜 可能你们刚好今天也是有这个缘分 有知道这个事情 赶快发现 在一家佛弟子如果不受武剑 因为严格讲没有资格说是佛弟子 那些没有三归一的 很离谱的 我以前去绕了一圈头发 我才知道原来很多学佛二三十年的老修 连三归一都没用 那你在佛门混了那么久 三归一是报名耶 你去学校上课你没有报名 你就跑进去偷偷听课 虽然也欢迎大门是打开的 欢迎你进来旁听 可是你没有身份 对不对 你没有诚意啊 佛马是失道 我们求学 要守规矩 先报名 归一不是说你归了一 你就等一辈子就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 没有任何条件 只是依靠 我发现我要学习佛法 如此而已 要向佛马神学习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报名的程序 那有这样的一份诚意 光明正大了 然后你真正的就是求受 这样的话你进来学习 价值力很大 那这个是一个入门 你报名上课 那接下来要真正实修的时候 至少要 五戒要开始持守 要开始持守 不杀生托到 邪淫妄语盈窘 这个只是佛弟子 最基本要做到的 还不算一个善人哦 有的人说 那我这样做已经善了 不是 善人你要求十善业 你要进一步利益众生 那才有资格说是善人 你五戒是不干坏事 不干坏事是做人的根本嘛 不然你就不是人是畜生 对不对 是恶人不是正常人 所以五戒本来就要受的 那以前有些同学会误会 还把这个罪赖到牢上身上说 牢上说不要受戒 完了 牢上说不要受戒 让你诽谤他 牢上说你受戒 怕你破戒 这天大的误会 我们都错戒 还有什么牢上说不要出家 出家不好 那不好他自己出家干什么 是不是人家都做给你看 牢上也持戒 是不是 我们要会学要会看 那是如果你不认真来持守 来学戒来施修 那当然你就不要受 受了法多一条破戒的罪 对不对 你没有心要修吗 他的意思反面的意思 更进一步的意思是什么 是劝你希望好好 希望你好好认真学持 修行持修 这才对嘛 这才是真正的本意 我们不要误解 所以你看现在牢上也 呵护持我们国庆律师 对不对 海内外啊 还亲自请到澳洲金钟学院 交常驻中学戒法 还有居士大德同修 一起学戒法 这不都证明了吗 以前的误解全部都可以化解 哪有人学佛地 只不学戒持戒的 那你说我现在业障那么重 又再给自己找借口 偷懒 我业障那么重 那受了肯定破戒 那破戒要落地狱怎么办 没错 破戒会受地狱 会下地狱 但是有方法可以忏 如果你没有忏 没有改过会下地狱 那有方法 那今天没有带这些光碟 我也有讲泛王金菩萨戒 有同学也齐请我到加勒大 也想了一遍 当时也是和尚也去那边传戒 我也是先在那边讲 很多同修 和尚去传戒之前 那个时候我先到加拿大 然后和尚他们可能差不多 还十天左右才到 那我就先讲泛王金菩萨戒 在讲课之前我有问卷 而且我们那个住持人 我们同学 他也预算二十件卖衣 他说请我帮他买 从台湾 因为加拿大 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学佛的 尤其是学佛的神宝 他说以一当百 意思就是 参与的人很少 学佛的很少 所以他这预算 大概就二十个人受戒 那我开始讲课之后 我也之前我也先问卷 确实大家都没有信心 也不想受戒 能来听戒都已经很不得了 就听听看 还不是说 哎呀我已经决定要受戒 然后我来学戒 不是 后来整部这个菩萨戒讲完之后 法兰戒菩萨戒讲完之后 一直到传戒那一天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百多人 他们那里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够 一百多人 所以你看 这个这个案子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你认识戒法 你知道这个戒怎么去受持怎么忏悔 你就会有信心去受去求受 任何人都做得到 好 那我们会害怕 我们不感受 都是我们那些想法 都是我们自己想的 不是真的 破戒一定下地狱一定怎么样 你去学 知道的方法怎么去忏 那个好处很多 功德很大 不然的话 佛陀不会劝我们要 叫我们这个戒法 劝我们要求受戒 那现在因为时间不多 我就不多谈 我们讲祝念这个主题 那你们先去报名 然后呢 也有一个后普的名额 你们可以先去报名 那时候呢 你看古德在参访善知识 那个跋山涉水走路行脚两三年 就为了亲近善知识 现在搭个飞机 开个车三四个小时 就到马坡了 要有这个精神 我们付出的越多 越精进 越有诚意 学佛修行 我们感得的果报 越殊胜 绝对不会白费 那那个刚才我们讲到说 礼宗的这个事情 很简单 我们现在一提 大家就会注意到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然后呢 也 所以也要处理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的家人 万一我们的家人突然之间往生了 你要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帮他 你不能说管他去死 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看就来不及了 所以现在不管我们有没有发心帮人家祝念 有发心祝念的人更要了解 有几个重点 你学会了十个十个往生 只要被你碰上了 只要有人遇到你帮他祝念 不是你的力量 你方法对 十个十个往生 这个我也可以证明 我观点里面有讲 但是我现在没时间说 真的可以十个十个往生 十个十个身体柔软 面向安详 那如果你观念方法没有掌握到 你帮人家祝念 祝念的人也很辛苦 怎么念都念不走 念得很辛苦 然后往生断气以后还是很难看 十个可能难得一两个往生 有差别这么大 那关键在哪里也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建立信心 对这个法门 对佛陀要建立信心 接着要基本上很简单的 你起码要能够描述极乐世界 你起码能够告诉他你要念佛 然后发愿相信佛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去 劝他看破放下 你看破放下他才会发愿 这几个重点抓住 所以开示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有时候他已经快没气了 他也没有那个心力听你讲得很复杂 重点抓到 两三分钟就圆满 接下来就念佛就可以了 但为什么有的人劝半天还是劝不中 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 我们自己没有信心 你没有信心 王者也听得出来 哎呦 真假的 真的假的 你都好像不太想去或者是不太相信 那我可以去吗 我要去歪去错地方怎么办 对不对 这很简单 你不要把它想那么难 王者怎么样去怎样 王者也是人嘛 我们将心比心嘛 对不对 一个人跟你讲话劝你 如果他很有信心 你是不是三两下就听他了 只要听了就OK了嘛 然后就发愿 不管念得出来念不出来 内心当中有愿力 佛就会来 这样就解决了 说法无得仅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这么简单 所以只要你在一个真诚心嘛 你要有那个心 你不要说我在做业绩 我要多劝几个人 在我以后福报很大等等 那这样那个诚意也是不够 不容易满动的 你如果有那个诚意 然后你又对这个法门 有十足的信心 自己往生都有信心 绝对相信 只要你发愿 佛一定来接 不管你临终受多么凄惨 业障多重 佛通通都要救你 一个都不弄 就怕你不发愿 然后你要让对方感觉说 你是真的很诚恳 无条件的 我只是为了报佛恩 我只是因为我跟你有缘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解脱离苦得乐 给他这种感受 觉得你是他的亲人一样 甚至于比他亲人还亲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整个宇宙是法界是一体的 这个道理人生 我们不明白 但是是事实 我们学佛的这种慈悲 佛无菩萨对我们无条件 我们现在得到利益了 我们要感恩 给再多钱 佛无菩萨也不需要 他钱比我们还多 那我们要怎么报答他 就是替佛造生 替佛度众生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很愿意无条件的 只要跟我有缘 我愿意帮助你 劝你到集合世界去 真的可以解脱 我真的愿意帮助你 离苦得乐 这种态度 也不用讲这么多了 就是感受 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恳 很多同修掌握到以后 他第一次帮人家助念 就很成功 连家属都给他剁了 家属都很感动 你看有时候我们人 真的是反复众生自私自利 自己那么亲的人 死的时候 他连靠近他都不敢 对不对 躺在客厅或是在医院 都不太想去亲近他 会怕死体 怕死人那个样子很难看 带丢耍的 都有 对不对 自己亲人都这样子 那是多可悲 可是你要想想看 我们自己也会死 难道你愿意别人将来 你自己这样 你的家人朋友上对待你吗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先付出 先修善因 有因缘参加助念 至少你也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帮助家人 帮助家人 那么如果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真正建立往生 其实也不需要人助念 可是你要先建立往生的信心 没有人助念也不怕 那么建立往生信心之后 知道这个法门的修法 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家人朋友 进一步有因缘呢 就去多修一些福 结善缘 助念是我们念佛人 修福最好的方法 比你捐钱更好 当然这不抵触了 不同的因果都需要 善因都尽量 有能力都尽量修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关键要掌握住 那么去助念的时候啊 开始的时间不要太长 就是刚刚讲这个重点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你要去注意他的反应 那么讲个三五分钟就好 开始念佛 念佛呢 我们也要学会念佛 今天整个上午整天 就是在教大家怎么念佛 用什么样的心情 完全没有压力 很轻松 很感恩 很享受 很平衡 很平常心 没有目的 就是这样老实念 这种磁场就会出来 然后佛的功德力 当下就会放光 就会展现 所以你只要开始三五分钟 开始用这种正确的方法 去念佛 那个佛就会加持这个王者 然后你再观察 有的人他马上就相应了 还有人会跟着念的 躺在那里 也会跟着你念佛的都会 那如果再不行 有的人他刚学佛 或说还没有听过佛法 那你就再过个十分钟 十分钟或十分钟 半小时再给他开始一下 这个方法一般 一般我们网路上 资料都查得到 都大同小异 整个程序都大同小异 但是成功与否却差别很大 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用心 我们要诚恳 然后自己要先学 要真正了解净土法的书生 自己建立往生的信心 自己要发愿 那你自己已经发了愿 你讲出来的话 就很扎实 很实在 很有说服力 每一个人 你们都可以去读众生 这个一往生就是一尊佛 开玩笑 给你们一辈子做千千万万的神事 那个功德还大 福报还大 那还有一个关键 我再问 做个问卷 请问你们立好遗嘱没有 这一句可以翻译 库林先生 你们立好遗嘱没有 立好遗嘱有请举手 我也要举手 我很早就立好了 很少耶 你看多惨 我今天如果没来 你们就惨 如果你知道这个姻缘 是百千万节难遭遇 你就知道今天这个法会有多可贵 可以救你一命 也可以让你一生成佛 那你如果觉得 来看看啊 看法师讲经讲得好不好啊 讲得怎么样啊 来吹吹冷气啊 那你得到了利益就还笑了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因为啊 这个 这件事情啊 是障碍我们的往生很大的 因素 我们众生啊 对钱财 对亲情爱情 这个执着 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想象得到的 光是钱财就好了 现在要舍 都舍得很 心不甘情不愿了 有时候死了还后悔了 对不对 自己去检视一下 这个就是奸贪的习性 我们在脸书上 教学都没有收费 我流通法宝也没有放化作 化博帐号 大家想要护持还很难 还要透过管道 还要经过我们认可才可以 那开课了将近一年多 还有大部分的同学 一毛钱都没有供养 没有主动说我要护持三宝 一年多天天上课 天天需求很开心很欢喜 又很精进上来学习的人 他不会想要供养三宝 有这样的人耶 那我们不要说不学佛的 那就不要说了 你已经得到法的利益了 又那么精进 他没有想到要供养三宝 后来我就出了绝招 我就规定你们一定要供养 每个月给我定期定额 结果定的很低嘛 就是价钱供养的金额定的很低 大家很乖 一毛钱都不超过 我说至少嘛 至少多少 结果全部都是那样 我当然会供养的 就是之前一开始会供养的那些人 是很发现的 他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证明啦 凡夫啊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反正就不用想到 也没有那个习惯去做这件事情 后来就规定 大家也都很欢喜 觉得OK啦 慢慢慢慢这样子待 这个就是功课 这个也是功课 逼着我们要舍掉这个简单 你看 没有去考验都不知道自己程度这么差 那你临终的时候可以放得下吗 你的存折 你的那些宝贝的东西 平常收藏的东西 肯定放不下 那你放不下 你说有信愿那也是假的 因为这个例子我们看很多 有些 有些人 老修行了 他临终的时候 一辈子念佛 好不容易把佛给念来了 真的念来了 可是他那个 因为有信愿 所以佛就来了 但是来的时候又一犹豫 只要一念的犹豫 哎呀 那在挂念我的某个家人 或是挂念我的财产 还没有分配好 等一下他们分得不公平 就这么一念佛就走了 这种例子很多 我们临终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种现象 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有一个常识 我们临终每一个人 都会四大分离 地水火蜂 我们身体是假和 不是真的 所以会分离 然后会很痛苦 那我们的意识呢 会出现像电影这样子 一幕一幕的 过去生 或者是这一生当中 所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你干过多少坏事 然后你跟人家决斗 二元 那些冤亲在主都会现前 会来跟你索命 会来找你报仇 会来让你害怕 种种种的那个现象会出现 每一个人都有冤亲在主 所以你看 不念佛 没有方法对治的人多恐怖啊 所以人死了 为什么肉会硬硬的 因为他害怕 害怕就会僵硬 往生结石前 为什么人 肉是软的 因为他放松 他不怕 这有医学根据的 你心情欢喜 放松 你的肉就会 肌肉就会柔软 所以你看 人是真的是吓死的啊 人死大部分都是吓死 才会那么难看 那你不好死 当然就不好生 下辈子一定更惨 所以要怎么解决 要学啊 佛法里面才有告诉我们这个 策略的解决方法 你说一件一件就跟他弹劾 因为现在怎么不可能啊 来不及了啊 所以 幸好有阿彼陀佛发愿 替我们解决 只要我们呼喊他 他的名号 念不出声音也没关系 我们内心当中 有生起这个信愿 我要投靠他 所以这个三规一读会重要 你一开始就要有三规一的行 要有依靠佛 依靠佛法 依靠身 佛现在看不到 那法赖身传 所以身 身保就是代表佛法身 你就必须要对身 平常对身保 对师长生起恭敬心 真正的恭敬心 他就是代佛来加持你的 要有那种真正皈依的心 皈依三宝要落实在三宝的上面 跟出家中的互动上面 你养成这个皈依靠靠的心 你临终的时候啊 你害怕惊慌的时候 你就 你不会说阿爹阿娘阿 这样呼天 叫爹叫娘的 那个也没用 叫来也没用 你一定会马上想到阿弥陀佛 你就会叫她 一念她就来了 她一来所有的冤亲寨主 通通不能靠近 这个都有例子 我现在没有时间举例啊 阿弥陀佛一来 那个冤亲寨主本来是靠近了 逼迫她突然就往后 往旁边退了 那佛光一照 这个众生啊 那些众生他是怕光明的 知道 他没有这个特性 那佛的光明是比日月光明 还强过千万亿倍 是很柔和不赤眼 魔的光也有 但是他是赤眼的 可是因为 那鬼到众生他害怕 他善根不够嘛 他会害怕 所以他也会退 他会退到你边去 不敢靠近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念佛 不管你求不求生 当然懂得念佛的人 不太可能不求生 那也太可惜了 你可以得到圆满的果报 不要你 要一点点小利益 巴黎月清再怎么赶走 那也太可惜了 所以临终的时候 这些状况 我们都要知道 一定会碰到 然后最简单 最圆满的方法 就是参念佛号 求佛来救度 我们皈依他 我们投靠他 他一定替我们承担一切 把我们救走 这个法门就是救度的法门 这样明白吧 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那你既然自己的事情解决了 知道怎么处理 当然你就知道 怎么样去劝王者 王者 他也是人 就像对一个活人一样的开示 把你所知道的 我这最关键的地方 简单的告诉他 这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念佛 这是一个原则 大家也要看情况 如果情况还是不是那么糟 就可以多跟他讲一讲 极乐世界的殊胜 吸引他好要往生 多讲一些道理理论都可以 那如果他已经很紧迫了 就是以念佛为主 简单喝药 那就好 最重要是一个自成心 无条件的心 不是我在念佛 把你超度 助念走 不是我 我只是一个传达的人 我很真诚的 我得到这个利益 我跟你分享 希望你能够 真正的离苦得乐 因为众生很可怜 我不忍心 每一个众生在受苦 用这样的一个心情 没有人不被你感动的 十个十个往生 就这么简单 我曾经一个月当中 我帮人助念的十个 将近十个 我是在接下人区区随喜的 一般我是很少帮人助念 刚好在那边人家护持我 我就随喜 人家的祝福生意特别好 一个月四季 我就尽量多参加 然后我因为有女众 八个女众 两个男众 八个女众 我都爱参与那个晋升 真的是看到他身体柔软 每个都是癌症啊 什么病啊 一大堆肿瘤啊 都是这样的 那一看都是出血 全部修得不好 相貌都不好 可是经过助念 然后晋升 因为他是一条龙服务 也全过免费的 从这个助念一直到 给你送到活化 全部都是 在台湾的一个道场 所以在晋升的过程 我也有去参与 哇真的太殊胜了 十个十个往生 那个也根本基本上 没什么念过什么佛号 没中多大三个人 所以更证明的这个法门是 业障越重的人 越有机会得度 反而那些啊 博士啊 大富人家啊 现在福报很大这些 很难耶 你这样依靠佛 靠我就好 我比较厉害啊 对不对 我是董事长啊 福报那么大 我也不着急要去极乐世界啊 现在人间也不错啊 这种人才很难耶 我们这些业障越重的啊 希望越大 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待了 我现在也一刻也不想待了 虽然我天天都很开心 我早就很开心 可是呢 再怎么样也比不上极乐世界 来得圆满 对不对 这个世界你看 天气也不好 一下太冷 一下太热 内心是解脱 这个身体还是说苦啊 以前宣化上人去参访广青老上 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大德 宣化上人说 你老人家开悟解脱啦 自在啦 哪有 这个色身啊 好苦啊 色身苦 他没有说心理苦 心理我们可以早就解脱 靠佛就没事了 更况我们还知道一些空性的道理 种种的这些 要解脱不难 内心解脱不难 但是这个色身的苦 我们定力不够 人家打你骂你 刀子割你 你还是会痛 对不对 还是有反应 这都是苦啊 真正禅定生的人 不会痛的 这些都没有反应的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功夫 所以只要有这个色身在 我们的苦 就是永远没完没了 真的很想马上往生 你们想不想马上往生 真的吗 他在骗我 不可以打忘了用 真的喔 那要不要送你的子力往生 唉呦 考虑一下子女耶 开玩笑 还那么小 舍得吗 那真的是 标准的佛弟子 正心的佛弟子 如果是一些 长辈没学佛 唉呦 夭壮喔 我孙子要小孩 你快去死喔 唉呦 你哪要拍心啦 对不对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你要知道喔 这个世界那么苦 我们现在正在火锅 那个油锅里面被烫了 快熟了快死掉了 你要不要叫他赶快处理啊 要啊 对不对 你自己要走 你小孩不给他走啊 如果你有这个认知 这个就是真正的看清 事实真相 真正的看破 真正的放下 这个射身是苦的根源 老子讲 无有大患 为我有生 只有这个射身 彻底的解脱了 不要了 我们才能够得到清净的 无为无疾之体 无良的寿命 这个射身是很恐怖的东西 是让我们受苦的东西 要明白 不管你再年轻 再漂亮 再有钱 统统不要 如果你真正明白这点 临终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这些障碍 当然最保险 就是先把遗嘱立好 立好你起码你不用担心 你已经处理好 那像我是一定要利用 零下很多钱 钱也不是 充多 充多也不是多到哪里 但是呢 这个要背影果的嘛 所以一定要赶快立好 这个钱都是我在替众生用 不是用在我身上 那如果我们要安排好 我们就也会一个挂念 责任要背影果 那自己的钱 那更是很难放下 坚贪不舍 这是我们的习气 不要看我们自己平常 好像常常做布施 那是小钱 大钱你就省不下 一考就知道了 要考验才知道 那遗嘱要怎么立 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思维的方向 最好是能够留得给子孙 不要留钱 钱适当就可以 也不要让他苦哈哈了 你肯定省不得 但是就算你都不留钱给他 他也死不留 儿孙之有儿孙福 他上辈子有他修的因 他这辈子有他的福报 有他的福报 你也不用担心 但是真的担心留一点也可以 大部分的钱要把他拿去什么 做善事 修这个善因 下辈子你的子孙也用得到 或者是你自己也用得到 不是 下辈子你自己也用得到 或者是你现在这辈子你的子孙也会脱你的福 用到 这个才是真正聪明 那这个善事要去哪里做 当然 在佛门里面做 是最殊胜的 这个不是自家人讲自家话 我们不需要忌讳 该讲的就是要讲 因为佛门里面 舍一得万道 你捐给三宝的钱 他会把你辗转 再去利益更多的众生 出家人受用是最节奏 一天吃两餐 衣服吃穿十几年 我们用的很少 所有的这个开销 通通都是在办到 不是供养出家这种办到 就是洪华里神 这些钱来自于施主 这做了事情功德福报 施主可以享用 替你们辗转去做累积 就像你玩股票 你买到一只基优股 你就哇一下就涨停满了 没有投资比这个更大的 那你拿去做世界的慈善也可以 但是可能就涨个两三倍而已 没有谁的万报 这个万报是无量的意思 不是一万倍 是无量倍 明白吗 要这样子做 如果是我 我也是会这样子做 当然我们没有私有财产 你们给我的供养 我通通都舍给常做 我们自己也要吃不做劫 现在碰钱是开源 但是我没有吃这条劫 我们不记忆自己的财 只是替你们辗转来做这些事情 你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做啊 有时候乱供养 有时候会供养到不好的地方 这样也是很麻烦 这个是一个做了我们佛弟子 又有义务要扶持三宝 这个也是义务嘛 那同时又为自己修复 那不是很好 要这样才对 你看地藏经 地藏菩萨她 她母亲往生之后 也是这样替她处理 把她的家长卖掉了 拿去供养三宝 替她寄光零得 她很快就可以升天了 到天上去享福 那个天上的福报 比人间大太多了 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一段 我们一般人就想 那肯定是自己 包括你要出家也是一样 那钱要舍掉 我们要持戒 也想那一定先 先把钱交给家人 自其人嘛 家人才是自其人嘛 对不对 这个都是奸贪的习气 在作生 不明白这个因果 你给她 她就照页化掉了 她也不会拿去修复嘛 是不是 你拿一大堆钱给子孙 就养出一些败价值 然后将来呢 自己没有求生的能力 到钱花完了被去偷去抢 是不是 要会打算 这才是真的有智慧的人 好 那现在时间啊 我们已经五点了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讲的这些啊 这些关于祝念 祝念还有临终祝念 跟平时呢 这个我们讲生命关怀 就是临终之前 在生病的那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做 祝念的前行 也是最好 我们平常也先去跟她打好关系 常常去探射老人 这个也是属于祝念的一部分 然后呢 到临终的时候 你劝她她就听了 这个是最好 从这个部分开始做 所以 生命关怀 跟临终祝念 它是 它是一件事情 有机会 都要同时进行 那方法 一些关键的方法 我们刚刚都讲了 那程序呢 都大宗小异 很多资料 你们都不难找得到 最重要是 自己要赶紧 这个先成就 自己没有成就 你没办法成就别人 这个不是自私 这个是理性 那我们什么都不懂 没关系 那就一个自成的心 然后 师父怎么讲 你就副讲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你自己体会 还不是那么深刻 没关系 就把它副讲 师父讲的 绝对没有错 因为师父是讲佛讲的 那你有这个信心 就把它分享给别人 就可以了 就有这个力量 就有这个力量 好 那 要不要提问问题啊 现在时间是超过 没有问题 要问的 没有 没有 哇 你们全部都圆满 不错 那有 好 可以提问 给他 超过一点点时间 没关系啦 哦 我们可能要来生 再见了 所以 在把握这个因缘 我们可以提 提问几个问题 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好 不要我们私人的事情就好 出家里的建立 也不谈私事 哦 那平常大家相处也不要谈论私事 哦 断餐之间 好 请说 师父你好 我为什么会接触佛教是 最近的事情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长辈 他是老人痴呆症 然后 可是过去很多年 他都是一直拜观音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然后 因为我家里又有一些事情发生 所以我就变成 就犒劳这个佛教了 所以我也很想要 去学习怎么做诸念样子 来利益我家里的人 尤其是我妈妈她是老人痴呆 所以老人痴呆 我们要怎样帮帮她 就是在她现在生理的几年 怎样去靠近佛 怎样去 可以有佛的那种利益 然后诸念可以帮忙到她吗 谢谢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我今天也有提到了 痴呆也可以往生 你看哦 鹦鹉往生你们都听过 那个鸡啊 鸭啊 狗啊 猫啊 这些往生的例子很多 那他们也不懂得听经文法 自己也很多道理也都不明白 那他们别怎么往生 佛号的力量 要记得佛号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跟我们的名字不一样 我们的名字是业障神 阿弥陀的名号是实相神 是法性之体 他是功德圆满的体性 他是有力量 是有生命的 你要了解这个事实 只是我们电没有插上 没有感应上 不通电 如果你明白 你跟他很亲 很亲近 亲近几乎就是成为一体了 你就是他 那就是你 我们在练活就是要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实实生效 这个佛号 他是有力量 有生命 是活的 因此只要有一员听到佛号 哪怕他什么道理都不懂 善道道士跟我们解释 南谋即是微向八月之一 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示意故必得亡生 所以南谋阿弥陀佛就已经具足信愿行 为什么 南谋是皈依吗 你愿意依靠他 皈依依靠他 那不是信愿居足啊 是不是 对呀 看解释得多 没有祖师大德讲得出来 就是这么干净利落 一句话 信愿行居足 所以 一句佛号就可以让你往生 对不对 居足信愿行 净土三经五经 都是在讲这个条件 这跟我们证明 跟我们说明了 为什么 不懂的人 任何的众生 动物 哪怕是亡灵等等 都能亡生 因为佛号的力量 他是万德鸿鸣 我们念了半天都觉得他是死的东西 都对他没有信心 不知道这么俗胜 我们因为越来越清楚 所以我们就捨不得不念 一有空就想念了 自然的 我再跟你讲一个例子 我们在马来西亚一个会长的 有一个在新山那边 有一个学会 我去弘法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苦灵先生有去天堂 里面有一个童修跟我讲 他的妈妈 老人失败 然后瘫痪 躺了十六年 很苦 然后请外劳 照顾 家人都没有学会 只有他学会 他很有孝心 他就来住道场 然后 就经常 几乎就住在道场 然后想要做这些功德 给他回向 当初他早点解脱 但是 也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我去讲课 他才来问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偷偷的放佛号给他听 他家人就学我 我说 没关系 你帮念佛节 然后你有机会去 你就跟他开示几句 然后偷偷的趁他家人不在的时候 然后还送一点礼给他的外劳 我说家人不在 你就念放佛号给他听 然后他有时候去 去看他 就跟他讲几句 开始 你一定要念佛 要求佛 赶快放下 赶快往神奇的事情 不要留恋 讲这些重点 劝他 一方面劝一方面 佛号的 他一直听一直听的话 他的业障一直消 佛号有力量的 帮他消业障 一句佛号 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这个都有经典证明的 是不是 是你信不信而已 信就能够得了一本感应 你不信 他本身有这个力量 所以还是有作用 当然我们信的话 他的感应力就更强更殊胜 结果他就这样听 没有一个月 断气了 走了 而且对象很好 他还感恩我 正在学会的一个居士 一个女众 他跟我讲这个事情 我也有把这个事情 剁在光碟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植物人 几乎就是瘫痪十六年 然后失败 而且这种例子很多 你们上网看这种实际的例子很多 那我们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就是有些人念佛念得很辛苦 都没办法往生 几十年也没消息 但是为什么又有些人好像很容易就往生 就很难相信 现在我们知道道理 佛号的力量 而且还有因缘 就是用印证的阿弥陀佛学上面讲的 不得已少 善根福德 因缘得胜彼国 这是唯一的条件 善根不够人 你听到 不相信 善根福德 你怎么样送给他这个宝 他还不要 没有福气 销售不了 再来是没有因缘遇到的人 他不能去 不得已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胜彼国 他没有说 不得已这个 没有聪明智慧 然后没有这个清净心 然后功夫成片 没有吧 对不对 没有任何条件 只有善根福德 因缘 遇不到你当然不能往生 遇到了跟你讲 也不相信 善根福德 不够 少善根福德 他说不得已少善根福德 少也不行 你说我也蛮善良的啊 对不对 我还会去做一点善事 对 是善良 但是是太少 善根太少 不行 不相信 不相信 还有阿弥陀基上面讲一心不乱 什么叫一心不乱 善友大师解释 不是念到没有忘念的清净心 而是一心一意的专念 不夹杂 不杂乱 在这个玄奘大师的原一本 另外一本翻译本 阿弥陀基翻译本 里面更清楚 细念不乱 你只要去细念它 你一想到就去念它 这个就是 救活大师翻译的一心不乱的意思 不是清净心没有忘念 所以我们不用念功夫啊 那他宗主师把这个一心不乱 用他们的修界定慧的智力方法 角度去解读 用那种方式解读 可以 但是不是真正的 纯文正的净土的理论思想方法 不是 你看 撒尔法师跟我们讲的 通通面面都很通大 没有疑惑的 都合情合理 我以前专修十二年 前十二年后是越学越糊涂 越来越有很多 以后 奇怪 念功夫 念到那个样子 几十年重 没消息啊 好难喔 我自己念也是没消息 然后 为什么奇怪有一些人 一下这个又往生 一下那个又往生 到底可不可信啊 对不对 就是很迷糊的 学了东西越多 越多资料越多 那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好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善根 好 再一个问题 好 这比较快 师父您好 想请我在打佛器的时候 在休息的时候 就是我在 对着镜子挂物子的时候 万间冒出一个声音 他讲李金生往生西方 这怎么解释呢 你已经什么 李金生往生西方 叫我的名字 李金生往生西方 李金生往生西方 李金生我的名字 李金生往生西方 你的名字叫李金生 那叫熟啊 李金生然后往生西方 李金生然后往生西方 李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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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西方 问今天冒出这个声音 请问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你感觉是外来的声音 还是你心里面深处 其实是心灵的声音 心里的声音 因为所有的事是这些声音 其实这是好事啊 好 请坐 所有的现象 通通都不要挂在心上 这跟眼睛告诉我们 更何况这个内容是很好的 很吉祥的 要嘛就是鼓励你 要嘛就是劝你 要嘛就是给你印证 你可以往生 都是好事 对不对 这样子就是正确答案 你不要再去想 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确答案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好 我们要记得 我们所有的思维 都要跟佛经去相应 去对照 而且要跟正面的去相应 不要往负面的去解读 那肯定是错了 肯定是没有好事的 好 所以这个现象就说明 不是跟你有缘的众生 就是佛无杀在加持你 好 我们自己的体内也有很多众生住着 也不知道 好 像那个加若加春者 他不是医了一个那个 就是乌达国士 好 那个公安吗 他那个脚痛到那个样子 就是很多打运气腊就住在那里了 是不是 很多 我们体内很多众生 可能他也会告诉你 你在念佛 你在修行 他很开心 他给你随喜一句 劝你一句 或者是佛不上来加持你 都有可能 这是很好的事 这一位就是近身要往生 大家可以多往来 亲近善之士 正面的吃产 我们大家互相加持 他负面的思想 我们通通不要听 也劝他 我们常常讲好话 老上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 对不对 所有正面的东西 我们吸收 负面的要排除 像我们的平台很清静 平台里面很多 我们脸书上的平台 到处都是在打蛇战 逗来逗去的 我们平台三年来都是很清静的 没有机会让你留一些不好的话 会劝你 不听马上跟你 拜拜 送你走 你不可以来我们这里 我很严格 所以很快的 大家都很乖 然后来的人都很 很有礼貌 很恭敬 很受益 很清静的一个平台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我们在家 在道场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 清静的磁场 不要去 我为了说 我是为了要找到真理 我要去跟你变 或是说我要为你好 所以我要强迫你怎样 散发出不好的磁场 不可以 这个都是错的 你的理由再好 都是错的 因为你没有智慧 有方法做的 这样明白吗 好 那时间超过了 有点意义不舍 那没有关系 反正呢 时间也是假象 一眨眼 无常随时在上演 有时候因缘说生就生 说灭就灭 灭了也可以再生 就是这样的无常变化 那我们只要把握当下 每一个因缘 就圆满 那就是永恒嘛 我们真正有去把握住当下 我们在当下得到利益 那那个当下就是永恒 就是圆满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里 这个安乐佛仪呢 就到这里 圆满告一个段落 说不定下一场 好不 下一场 我刚刚没有介绍到 我们11月29号 还有一场安乐佛仪 那是最后一场 这里不是最后一场 这里是新加坡的最后一场 五年后音源很难讲 很难讲 我说五年后 我如果没往生 我们那些同学还没有正往 可以再跟我学法 他马上就有同学 我留言说 师父我等你 五年后再看了 那现在 11月29号 还有一场安乐佛仪 这个佛仪呢 安排在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 亲和尚传戒的前一个礼拜 主要就是要给大家讲戒法 带大家念佛 然后也讲戒法 帮助大家呢 对这个受戒 更有信心 更清晰 然后呢 在和尚给你 传授戒体的时候 你可以感得更清净 所以这个佛仪呢 大家尽量来报名参加 那边有报名表 那边有报名表 那大家请起立 啊 也不行 有语 要做 得不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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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人世间 匆匆过一生 究竟又何物 可及永恒 梦幻人世间 忙忙过一生 究竟又何事 可现实真差 快快看过 快快放下 寻找真实的生命 让我当下 释放出光芒 让世神真正拥有我 快快看过 快快放下 创造成真实的人生 回归之心 空到无障碍 让喜乐真爱 让喜乐真爱永长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